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魔法世界里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语音操控你的法术啊 隐身非常的方便 延迟非常的低啊 这是由那个俄国的一个大佬啊 他做的一款这个语音操控软件啊 然后目前正在焊化测试阶段啊 这个是内侧版 焊化 开活 开活 隐身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今天将这款内侧版的啊 这款内侧版的延迟法随 MOD啊 分享给大家 下面是教程 好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两款压缩包啊 我将放在那个视频简介里面 这个呢 测试版的测试版的焊化 就是中文操控2.6.8 这个是它的一个 所有的 一个运行的前置条件啊 运行库 有哪几个需要装啊 这个是需要装的啊 这个也需要装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装了 体感助手的用户都不用装这个了 因为已经装了这个虚拟 手柄虚动啊 这个是英文版的啊 英文版的 这个就是这个MOD 三选一 任选一个即可啊 这个如果 其实我觉得我们6800UWIN掌机不用装啊 不用装这个 这个是给PS PS4手柄用的那个驱动 这个不用装 好 接下来 我们 先安装这个 软件啊 双击 点安装 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啊 我这个已经安装好了 好 然后再将 这里面三选一的MOD 给它放在游戏 游戏的MOD 目录里面啊 对在这个MOD目录里面 就是这个目录啊 大家跟着我的视频一步步来 我装的是第一个啊 大家三选一 选一个就可以 不用三个都装啊 给它拖在进来啊 拖在进来就行了啊 好 MOD装完了之后啊 然后再给这个 再给这个 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软件啊 给它 给它 在你的 磁盘的 根目录下面建一个文件夹 我建的是的Voice啊 然后给它全部 全选 然后 鼠标拖拐进来啊 拖在进来 拖拐进来 拖拐进来之后 找到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双击 就打开了 就是这样一个界面啊 好 我们先进入游戏 首先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之后呢 啊 然后 进入这个技能界面 技能界面 你记住啊 你的技能 这第一个 像我的第一个技能是 是这个 是这个隐身啊 这个是悬浮 这个是 那个 开火 这个是飞来咒 咱就按照它的顺序 给它一一对应 从这边 拖拐过来 就OK了啊 拖拐过来 这下面很多手 你不用管它啊 你给它拖拐 按照这个顺序 拖拐过来 然后 点击这个设置 比如说 这个是 这个是悬浮咒啊 悬浮咒我就 设的点一下 输入悬悬悬空两个字 悬空 悬空 悬空两个字 然后点这个 确定 啊 点这个确定 同样的步骤啊 将你要使用的技能 都给它 设置成中文 因为我这个进度玩的比较慢 我没有开天赋 还没有 天赋还没打开 所以说只有四个技能 大家 后面 玩的后期看到天赋 这边 四十六个技能 打开了之后 都可以拖拐过来啊 跟它射成语音 射成语音 这里 右下角 这里麦克风 就提示啊 使用麦克风的应用 就是这个程序 选择中文 点这个 中间这个 S开头的啊 选择 中文 OK 好 然后进入游戏 隐身 飞来 飞来 开火 到时候技能如果多了的话 你就可以战斗的时候 使用这个语音操控 这我觉得还是非常的 方便的啊 啊 对了 还有一个啊 要说明的 就是你需要安装 那个语音包啊 在这个 在这个右下角啊 右下角啊 你点击 点击这个设置啊 在鼠标右键啊 这个输入法 点击设置 好 跳转 跳转到这个语 语言界面 然后点这个语言和区域 这里边啊 然后点添加语言 输入 英语 好 找到 英语美国啊 我这装了 它就 它就是黑色的 你没装 你点一下 再点下一步 下一页啊 它就会提示安装 安装哪些呢 反正我都给它安装了啊 语音 语言包 手 手写啊 这个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老毛子 开发的啊 你它虽然是要 那个 中文 但是 这个英语语言包 语音包也必须得安装啊 如果不安装的话 这个软件就不生效啊 这就是 以上啊 这就是 这个严促法锤的一个 教程 关于霍格沃尺的啊 我觉得非常适用于我们 6800UWIN掌机啊 像我到手的 像我WIN4啊 奥克啊 和这个 MAX2啊 都可以用啊 包括你的台式机也可以用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希望能够 增加各位 关于魔法世界的一个 新的玩法 增加新的乐趣啊 希望大家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